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继续讲这个手型 上次我们讲的比较厚而且肉多 但是比较柔软的手相 这期我们讲相反的 手掌比较薄 比较薄弱的人 那么这种人的个性比较脆弱 在生活当中的欲望也比较低 也缺乏安全感 这种人同时有一些消极的悲观的表现 处事为头为尾 不敢放心大胆的去做 也不易受到激发刺激而成大事 这种人心灵上比较容易受创伤 对心灵上的寄托寻求也比较大 因此是很容易沉溺于宗教类的 或者是道教类的宗教类的 在感情上也缺乏信心和胆量 所以说很少有比较好的机会 其实最标准的这个手型 就是要他的肥瘦厚薄 包括大小都比较宽窄 软硬粗细长短 都比较均匀适中 这类人大多数是知识丰富 见闻广博 多才多艺 聪明智慧 但待人接物也是比较懂得待人接物 而且有一种思考比较冷静 情感比较理性 不偏不倚 做事比较稳健又踏实 而且有很大的创造力和开发力 他努力能够成就比较大的事情 各类事情 各类手型当中 其实最好的就是刚才讲的 大小厚薄 软硬程度都均匀 都差不多的 那么手指呢 皆为修长细致者 主其人思索能力强 就是手指呢 一定不能太粗 那么特别是手指指头 指头太粗就容易偏劳碌 那么手指比较细 跟这个竹笋一样的 这种人的思考能力强 谨慎细心 也有敏锐的观察力 而且呢 智慧甚高 注重小节 感情丰富 有爱心 这是从手指的形态 包括他的手掌 比较薄 这种特点 来看他的一种 个人的运势 个人的性格特点 好了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我们下期再见